大家好,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今天比较忙,但是趁着下班前的一点点时间来做Q&A吧算是 我想除了在我之前视频下面留言的朋友之外 其他人可能也感兴趣 咱们这次开始慢慢的接下来一些视频讲一讲 这个吉普木马人的区别吧,在同一级别里面 当然不会讲的面面俱到 但是有一些关键问题如果大家提出来 或者我觉得值得等,讲的呢,我会去讲 好,欢迎大开 什么是最纯粹 最纯粹就是脱下所有的伪装之后剩下的东西 这就是纯粹 所以吉普木马人如果全都脱光了会怎么样呢 也就是会变成吉普木马人运动版Sport 那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脱的还剩内裤和袜子呢 那剩下的是什么呢 好,现在我们面前有两台白色的吉普木马人 如果从侧面眼尖的同学已经看到右边那台写着是Sport 左边这台呢 也是Sport 他们一样吗 一样吗 不一样吧 好像不一样 现在我来跟大家讲讲为什么不一样 首先我们看看左边这台 这是我们一般说的Sport 就是脱的一丝不挂的这一个Sport 首先大家看到了这个软顶 Sport原装就是软顶 硬顶都是选项 大家知道 另外这个轮子呢是一个16寸的轮子 而且这个软子的RIM非常的普通 非常的很一般 轮胎呢倒是一样的 一样和谁一样呢 和Sport 所谓Sport 一样 你看这个轮子稍稍好看一点 但是呢也只是17寸的轮胎 17寸的这个RIM这个轮骨 那接下来呢 当然这个硬顶这台是有 但不是说S一定就代表有硬顶 而是说你可以选硬顶 另外呢还有什么可以选呢 那就要走到近一点 首先Sport我们买的就是一个简单纯粹的感觉 所以这两把都是用钥匙开的 唐大叔喜欢所有的没有power option 钥匙开 没有电窗没有电锁 而且连空调都没有 空调没有呢 说的是另外一个 我们先说这个东西除了轮子大一点之外 那它选项是可以选这个AC的 大家看到AC可以选空调了 另外的话呢 这台车可以选电窗电锁的 硬顶这些东西 那也只是仅此而已了 所以一个Sport S呢 就是有power option 我们简单理解 另外的话可以选择空调了 当然软硬顶随你喜欢 但是这样一个像这一台黑色的硬顶 就是硬顶里面的相对就是说会经济一点 但是也主要是看style 像旁边这台对吧 75周年 它就是铜色的 说的铜色呢 是身体颜色 漆色和这个顶 顶除了黑色可以选铜色 这都Sahara的事情了 一般会这么做 Sport的话 我觉得不然配软顶或者硬顶 硬顶一般配黑的也比较好 那这样就是一个很简单的Sport 当然跟刚刚和那个 这是Sport S 对吧 刚刚和Sport比的话 这个轮子显得还好看一点 那如果和完全Sport这个平常的比呢 但是呢 你看这个虽然是两个比起来 相对来讲这个更好看 但是另外一个更有味道一点 就是很简单 甚至简陋 有一点简陋这种感觉 轮子都是差不多的 轮胎都是差不多 都是这一种 相对越野能力弱一点 但是呢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这个简单Sport 非常非常普通的轮胎 如果从抓地力的角度 可能就比一般的小轮胎 好一点点吧 公路轮胎 但是Sport S相对还好一点 轮胎会宽一点 刚刚是三条轮横的 这个四条 相对呢 公路和越野都有 更好一点点的能力 但是那就说回来了 为什么 先跟大家介绍完 我说了 真正买这台的感觉就是 电窗电锁都没有之外 连空调都没有 这只是个出风口 大家知道空调可以选 AC和出风口 那什么都没有 都是手动 这是很纯粹的一个吉普 选这样的一个感觉 其实这样一个感觉 你就是像买一个乐高玩具 你买一个底 底买好之后 你想拼什么都可以 改轮子改什么东西 但是首先 或者说你第二次买吉普木尔人 之前有剩下一些东西可以用 轮子也好 什么也搞 因为吉普木尔人 它是最可改装的一款车 所以它很多东西都可以通用 像现在这里有这个下面 既没有这个rock slider 滑石头这块 也没有running board 像梯子一样 Sahara上面 它就是这样 但是你看洞口都有 是很容易改 让可以去加的 现在轮子这样看 其实离 所谓我们讲 挡泥板这里 还有一定空间 所以这轮子 其实稍作改动 就可以加更大的轮子 23寸 33寸 35寸 稍作改动 提高一点 就可以改到 但是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乐高玩具的 像摆在下面这样 剩下任你玩 而且还有一种人 他是根本就不改 就开这样一个 因为毕竟这是JK 和原来比的 CJ也好 YJ也好 什么也好 它其实已经是非常有能力 做工各方面 已经是更好的一台车了 就这样一台车 也可以走南闯北 都没问题 而且很好玩 大家如果和Sahara 或者Ruby Khan 那些比来比 就觉得可能简陋 但是吉普 就是简单纯粹的一个感觉 所以这一款车 其实是有它受众的 而且最最最最最主要 吉普莫然并不是一个 非常便宜的车 当然这个有钱的 我们就不算在里面了 一般人来讲 3万5 4万块钱买一台车 那也差不多了 所以这是可以入门的 但是呢 今天我和朋友来聊的时候 他一句话 我觉得讲得很好 吉普木马人不像其他车 过两年都换款 吉普木马人是你自己 不断地给他换造型 自己在改款 而且三年两年以后 所有每个人的吉普木马人 看上去都不一样 如果你就追求纯粹的 这种吉普木马人 吉普的感觉 你可以就是Sport 完全没问题 如果你追求一点点的 说方便一点的 Sport S应该是更好的选择 其实无非空调 还有这个 就是空调吧 还有如果有一些人的话 他可以搞个地图 或者再搞一个电窗电锁 无非这样而已了 但是价格还可以基本控制住 所以这两款车 其实一个是性价比的角度 一个是纯粹的角度 是它最大的卖点 那接下来当然 剩下的就是你的想象力了 还有你的银行实力了 你就可以不断地搞 不断地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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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这个简短的 为什么给他打光了 希望通过今天这个简短的小视频 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更多的知识 当然也是有大家提出来 也算是Q&A吧 回答大家一个问题 希望把Sport S和Sport 这个机普卖人基本款的这两款 跟大家说清楚 如果是一直在关注这两款的朋友 希望帮助他们更容易做一些决定 当然如果你要买车的话 就可以来找汤大叔了 具体微信呢 下面应该都有简单介绍里面 可以加我微信 可以给我留言 汤大叔平时比较忙 但是如果看到呢 一定会给你回的 另外如果喜欢这个视频呢 今天真是故意语速快一点 要把视频做短点 之前30分钟25分钟 实在是大家不一定有时间看 所以短一点 也给大家省点时间 更高效地说一些问题 当然需要长的时候 我还是会长 需要长 需要硬的时候还是会长 需要这个仔细的时候 还会啰嗦 这个好像说不清楚了 越说越那个 Anyways 我是吉普木马人唐大叔 谢谢你的国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